那之前我在拍老款豪越的时候 想着这台车以它的售价 但是给你这么大的空间以及配置 我本想它的整个内饰的用料水平会打一些折扣 但是你看到之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完全没有 那么这个也是现在我们中国品牌的一个优势 新款豪越其实在内饰的配色层面 相比老板车型有了变化 现在新增了这种棕色的皮子 那么这个使得新车的质感 相比老板车型是有一定提升的 另外一点用料同样是它的一个特色 包括中央上方都是软性的材质包覆 包括门板都是如此 所以整个触感方面其实是没有打折扣的 另外一点整个内饰的配置表现 我觉得也是可圈可解的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台试驾车 12.3英寸的全移植标盘 12.3英寸的悬浮屏幕 包括像座位加热 包括像ACC等等这些东西都有配备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从这个 说实性的配置层面还是科技配置层面 这台车都是非常赞的 智能化层面其实新款的豪越 也是做到了一个本质升级 那么现在的这台车你可以通过 微信的小程序来作为你的蓝牙钥匙 不用随身带钥匙了 另外一点就是你的车机它支持 OTA升级 同时你通过手机端 你可以控制车辆的车窗的关闭 卡打开 或者是你来远程的操作你的车辆的启动 或者是像座位加热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实现 而且你还可以设置电子围栏 也就是说你的车在一个位置区域内 如果离开这个区域就会自动的报警 所以现在的震动化程度 项目让你车型要更高了 作为一台主打家用 主打空间的车型 那么这台车的空间自然是很多人关心的 首先现在的坐姿 是我调整到日常比较舒适的姿势 头部空间不用量了 非常的宽裕 而且整个前排的储物空间是非常好的 这一块啊 包括像这个挡霸后面啊 它有这个卷帘门式的这个背架 包括像这个地下地台有一个掏空的区域 所以整个的这个空间使用性是非常赞的 我们去第二排看一下 来到第二排呢 首先这个绝对的空间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台车的第二排还有几个亮点 首先它的第二排座椅是三个独立座椅 哎这个真的是非常赞 你比如说呢 我旁边啊 我放了这个儿童安全座椅之后呢 中间这个两个座椅它需要去做人 那么三个独立座椅哎 坐上去之后呢 就互相不干涉了 而且呢中间的这个地台是纯平的状态 那么我坐在这儿呢 整个舒适性跟两边没有任何待遇的区别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赞 而且呢 后边的配置也是可圈可点的 有独立的空调 有两个USB接口 同时呢 像这个全景天窗啊 这个尺寸啊 相当于一个60英寸的电视 这个尺寸非常大 而且整个面积超过了一个平方 所以整个车内的这种通透感是非常到位的 另外一个点啊 就是我觉得豪越这台车呢 确实是为家庭用户呢 考虑是非常多的 你比如说呢 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这个前排座椅后面这个背袋 哎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上面有两个小的 下面有一个大的 这个相比于普通的教授 要来的更加的实在 那比如说呢 我家里有小朋友 那小朋友一些随身的小玩具啊 或者临时 那么你可以直接放在这块啊 包括这块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贴心的程度 是要顶个赞的 那我刚才呢 将第二排座椅呢 向前调整啊 腿部有两拳的余量的时候 我来感受一下第三排 不得不说啊 这个空间确实是豪卫的一个杀手锦啊 超过了2米8的轴距呢 整个对于空间的这个积极作用呢 是非常明显的 你比如说腿部空间 现在还超过了一拳 那么对于台7座椅来说啊 而且你结合这个售价来看 这个绝对是非常赞的 而且呢 你看啊 整个第三排的 它这个坐垫的填充 哎 还是比较厚实的 而且这个坐垫 虽然说呢 相比于像MPV车型 要稍微矮一点 但是呢 相比于这个级别当中的中型SUV 它的这个坐垫高度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呢 坐在这呢 如果去乘坐个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短途 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呢 有一些细节 我觉得还是要说一下 首先呢 就是第三排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而且呢 它也有背架跟手机的这个竹槽 所以这个第三排 你日常乘坐呢 没有任何的问题 另外一点啊 就是这个第二排的安全带 它的这个紧固的位置呢 是非常贴心的 比如说 首先中间这块 它有两个槽口 你把这个啊 两个插口直接插进去就可以啊 那么你在行驶过程当中 这个东西呢 不会乱晃啊 不至于打到头 而且呢 像两边的这个安全带呢 它可以直接收在这个侧面 你直接将这个卡进去 然后呢 把这个插口直接插进去 它不会乱晃 所以呢 这两个细节呢 是非常非常贴心的 好 就好像是这样的 我就是这样的